原来如此 草莓大头上台一局功 我有一个领悟 表情这么严肃 你说说看有什么领悟 人打从出生一开始 大部分的时间都在 手里喊送 这是领悟吗 不过你这个说法 也有点太夸张了 一点都不夸张 你想想看 比方说出生满月了 父母得送油饭给亲朋好友 过年了 送红包 生日了 吃个蛋糕 生病了 买个水果礼盒 祝你早日康复 中秋节 送月笔 结婚了 请客收礼金 你看人的一生当中 是不是大部分的时间 都在收礼和送礼啊 对 听你这么一说 我想你应该是对送礼这件事 有很深的研究 好说好说 不敢说研究 只能说我有这方面的人生体验 那好 送礼这件事真的很困扰我 趁机就请教你吧 没问题 有一年 我奶奶过六十大寿 哇 是值得庆祝的日子耶 是啊 所以我轻心地挑了一个礼物 送给最初我的奶奶 不错 有孝心 奶奶一定会很开心的 哦 奶奶一打开礼物之后 表情就变了 你到底送了什么给奶奶啊 我送整套的Dora双鱼 DVD 旁边还有一只BOOS的小玩偶 超大盒的耶 我看你根本就放错重点啦 啊 难怪 奶奶什么话都没有说 当时应该一片尴尬吧 不 当下我妈妈发现苗头不对 立马拿出一盒凤梨酥替我解围 好啊 有凤梨酥那就对了 没错 是见奶奶脸上从没有笑容 又逐渐展开了笑颜 还好大头妈妈机灵 送礼送凤梨酥那就准没错了 哦 哦 罗米奥 罗米奥 你为什么会是罗米奥 如果你不是罗米奥 我也不是朱莉叶的话 我们两个就可以开开心心的在一起了 朱莉叶 我来找你了 哦 罗米奥 我们家的墙这么的高 你怎么上来的啊 是爱情变成了我的翅膀 反过这个高墙 前来与你销毁 哇哦 罗米奥 我们两家是世仇 要是我爸爸知道了 他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朱莉叶 我决定要跟你爸爸提醒 我相信爱情的力量 会化解我们两家的仇恨 哦 罗米奥 哦 朱莉叶 哦 等一下 罗米奥 不要在那边奥了哈 奶妈 你怎么不会看时间啊 这个时候出来当电灯跑 喂 你们在那边奥来奥去这么大声 要是被老爷听到了怎么办 这个你啊 罗公子 我不是跟你说不要再来了吗 每次都要我掩护你们谈恋爱 这样我很幸福 奶妈 这是最好意思了 你 你们要换手了你 不是的 奶妈 是罗米奥要跟爸爸提亲啦 丫头 老爷要是知道这件事情 肯定对你不利 我不怕 为了朱莉叶让我伤刀山下火海 我都原意 问世间情为何物 只叫人生死消息 好吧 那罗公子 你打算拿什么来跟咱们家老爷提亲呢 我决定拿出两意 什么 两意 是的 心仪跟胜仪 这样怎么行呢 我告诉你 具体亲一定要带像样一点的礼物 才能表示你的真心和诚意 像是这个 嗆嗆嗆嗆 黄金条 奶妈 我们家这么有钱 应该不差这么一点点黄金吧 哎哟 你们两个看仔细 这不是什么黄金条 这叫 凤梨酥 这个东西摸起来酥酥暖暖 还有棉粉跟奶油的香味 这吃起来外酥 内软 而且还有浓浓的凤梨香甜 奶妈 这个是怎么来的 凤梨酥 是台湾经典的小吃之一 由台中的一名高饼神父发明的 原本叫做龙龙饼 是古人定亲提亲不可后切的礼品啊 原来如此 那个我说罗公子了 你要是拿这个红梨酥去提亲 我们家老爷一定会觉得你是一个 自数导理的有为亲眼 搞不好就会答应你哦 不过奶妈 你怎么知道这么多啊 就刚刚啊 有一位帅哥带这个红梨酥来 跟老爷提亲 我刚刚好听到 那位帅哥不止 纪数导理 而且还长得像 什么 像布莱德比特 哇 哇 哇 莫妙 你下次再来提亲啊 我现在有事要忙啦 莫妙 喂 老公子 我单身啊 原来如此 凤梨酥可是台湾特产 伴手里的No.1啊 是啊 听说许多观光客 指定要买台湾的凤梨酥 就你明白 送礼是要看对象的吧 嗯 对 奶奶可能不喜欢看多软 我决定下回送海绵宝宝 不是这样的 这送礼是要送适合的 不能光选自己喜欢的 我想奶奶适合的 应该不是看电视吧 我觉得这个送礼还真是麻烦 难道没有一种礼物可以 大人小孩都喜欢 然后又很体面的吗 这你问我就对了 想要老少嫌疑 又想要收礼的人开心 我推荐送礼榜上的排行第四名 送礼还有排行榜 有的 这送礼榜照着送准没错 所以这个送礼榜上的第四名是 牛嘎糖 牛嘎糖 这牛嘎糖的由来可不简单了 白树真 你这个蛇妖既敢纠缠凡人 我今天反海一定要天天行道 你这个人 一点都不懂的爱情 谁说我不懂爱情的 你不懂 仔细听好来 发海你不懂爱 雷锋他也会脚下来 我们在一起 咔 这是什么歌 写这首歌的人乱用我的名号 我要告他 告他 你闭闭闭 发海你三番两次来打扰我 肥就想跟我决斗对吧 没错 拿命了 对对对 要跟我决斗可以 不过 要让我家许仙先考完试才行 是呀 是 因为明天已经是我第四次 紧紧赶考了 因为我第一次的时候 不小心辣肚 第二次 迷了路 第三次 忘记带准考证了 你看 就是我家许仙啊 我这次一定要帮他 考完试才行 这个简单 我就送你们一个法宝 接着 牛軋糖 这牛軋糖 对我考试有什么帮助嘛 要考到好成绩 七分靠努力 三分靠运气 你们拿着这个牛軋糖 到庙里的文昌帝君拜一拜 包准你考试顺利 那为什么是牛軋糖啊 明朝有一位叫做商鲁的书生 参加科举多次 也失败了多次 某一天晚上 商鲁梦见文昌帝君 给他三样东西 文昌帝君怎么给他 这么多奇怪的东西呢 哪里 就我知道 笔墨和花生 代表了妙品生花 而牛 是智慧象征 聪明 聪明 后来商鲁一醒来 便把那个花生糖或牛奶 做成牛的形状 吃下去之后 再去参加科举考试 果然 考上了状元呢 原来如此 太好了 许仙 有了牛軋糖 你这样考试就会很顺利了 嗯 家里 我一定会考取状元回来 真 不行 够了够了 够了 白树真 明日许仙一考完试 你就乖乖的跟我一绝胜负吧 法海 谁跟你说是明天考完试的 是啊 明天只是模拟考而已 下个月还有指考 以及专业科目考试 接下来还有英语课 所以全部考完的时候 我都不知道 几年几年了 天哪 哪来的这么多考试啊 这个牛軋糖果真是大人小孩都会喜欢的礼物 没错 所以才能荣当台湾送礼榜第一次名的宝座 唉 不过 我还是有点担心 此话真讲 有些礼物还是不能送的哦 举个例来听听 有一回 我叔叔因为高血压住进了医院 蛤 这么严重啊 还好 医生说观察两天 没事就可以出院了 嗯 那我们这做晚辈的 自然是要去探望探望的 是啊 我家叔叔生病 需要补充营养 于是 就买了鸡精礼盒 准备去探望叔叔 哦 你要送他鸡精礼盒 不错啊 错 大错特错 有这么严重吗 有 那天 我拎着鸡精走进病房 一眼就看到了医生 医生寻访嘛 医生 看到我手上提着鸡精 眼睛突然伸到 他 摇了摇头 擦掉了额头的汗 然后 说话了 他说 你的鸡精不好 不好 这鸡精还有分牌子的吗 是啊 当时我也一头雾水 后来我弄懂了 差一点又送出离了 这到底鸡精发生了什么问题啊 不是鸡精的问题 医生说我叔叔 要是喝了鸡精就危险了 就是哼 我跟你一样也哼了医生 等等等等 你这叔叔到底得的是什么病啊 高血压 高血压不能喝鸡精吗 医生说 因为鸡精含钠量太高 高血压患者食用容易造成血压飙高 很危险的 哦 原来是这样的 这礼物差点都要变成毒药了 是啊 后来医生要出房完的时候 又回头看了我 又说了一句 他不放心吧 医生说 像我们当医生的 天天工作时数太长 倒很适合补充鸡精 这个医生蛮爱开玩笑的 那后来那一盒鸡精怎么了 我没带走 当天就分给医生跟护士喝掉了 不错啊 但最后你的礼物还是有送出去啦 是啊 只不过遇到这种糾事 心情总是特别的举色 没关系的 不经一世不长一智的嘛 我叔叔也是早跟我说的 叔叔挺细心的 他怕你难过 后来他指的桌上那盒 央赏礼盒 这也是很有名的伴手礼耶 大家好 我是悠悠购物台的购物专家 美好货 只要我推荐的商品 每一样是好货 不是 是每一样都是好货 好的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厂商代表 是我们的大头经理 让我们欢迎他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这次的厂商代表大头 只要是我卖的东西 各个都是大友来头 好的 大头经理呢 你今天会为我们带来 什么样的商品呢 是的 年结送禮 好友相聚 这一次你可以有更好的选择 大头主船特赐宇宙天下 无敌押赏礼盒 一组优惠价只要990元 限量50组 今天的商品听起来非常地大方 有大气了 再来说 我们这个天下无双的鸭赏礼盒 采用宜兰当季无污染的肉鸭 这一次跟设计成小包装 拆开即可食用 让你随时可以享用 比如说 踏青散步的时候 都可以吃鸭赏 一边办公的时候 可以吃鸭赏 或者是 运动的时候 运动 运动现在很流行吗 是 也可以吃鸭赏 大头经理 我相信我们悠悠购物台的观众朋友们 一定很想要知道 这么棒的鸭赏 它是怎么来的呢 是的 在台湾早期农业社会时 物资比较缺乏 逢年过节 南宋的高级礼品 太少了 太少了 一位泥门士生 就突发奇想 把不能生淡的鸭子 烹煮腌制 做成美味珍贵的鸭肉干 来烤伤他人 这就是鸭赏的由来 不过 大草经理 你也知道我们购物台的观众朋友 对不对 你难得来我们悠悠购物台 你这样都没有带一点优惠给我们 我要生气咯 我要生气咯 好了 优惠贈品当然有啊 有嘛 凡是这次购买 天下无双压长礼盒的观众朋友 有福了 有福了 我们马上送你 日本胡同热园 五天四夜套装行程 双人游 外加来回击票 这整组不到一千块 没中 这也太划算了吧 不过这个赠品 跟我们压长有什么关系吗 什么关系 好的 是的 导播 什么 各位观众朋友们 我们今天所有的礼品礼盒 全部销售一口 热情掌声鼓励 好的 没有购买都不好朋友 不要伤心 我们悠有购物台的朋友们 下次见 拜拜 好累啊 对 导播 对对对对 帮我留主啊 鸭场不用留 记下留下 对对 原来如指 我叔叔很爱吃鸭场的 我也很喜欢吃啊 那个礼盒就是叔叔朋友送的哦 那你叔叔的朋友很懂叔叔的胃 但是不懂叔叔的血压 对 又不能 对 医生说 鸭场属于辣味类美食 一样不能吃 唉 人世间最悲伤的事情 莫过于美食当前 却无法大坏多一 是啊 叔叔后来语重心肠的对我说 这听起来有点悲伤了 她说 心态健康最重要 你也要好好保重心态啊 这时候就有一首歌 很适合叔叔的心情 嗯 这么大的礼物 所以咯 为了要吃美食 一定要身体健康 这说法听起来好像有点怪怪的 你看看 乖个送礼就有这么多学问 送礼嘛 我妈妈常说啊 就是要送到深处无愿有 解答欢喜最值得 哎哟 听起来 你们一家人都是送礼达人嘛 好说好说 我妈妈把送礼这件事 看得十分严肃哦 严肃 嗯 她在送礼的前一个月 就会开始筹备了哦 那么有心 有一次她有一位朋友 年纪大概三十岁 在交友网站上面认识的 哦 你妈妈还送交友网站 她说活到了 学到了嘛 而这个女生朋友 因为最近生小孩了 所以有一些育婴的知识 想要请教我妈妈 粗为人母 难免会有些紧张 歪歇过来人准没错 是啊 我妈妈为了要跟她见面 还非常慎重地挑选见面礼 她一下上网查询 一下又翻阅点击资料 一下又打电话给认识的营养师 最后还要看贡物频道好几个小时啊 你妈妈根本是在写论文吧 最后她终于决定了 选了什么礼物 台中特产太阳笔 太阳笔 是的 她很普通啊 你刚刚还说她还问了营养师 对啊 营养师说 适度的甜食可以输解压力 哦 可以不用这么紧张 那她干嘛还翻阅点击啊 她想要查查太阳笔的成分 哦 很周到 那购物频道呢 她想要知道 哪边卖的最便宜有折客哦 精打细算 那你刚刚还说她上网查询 她还顺便查了太阳笔的由来 你问 我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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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想一想 你去看一看 等一下 等一下 不要再唱了 我说我们的嫦娥妹妹啊 你是怎么了呢 对啊 怎么一整个这么不露的呢 自从我飞到了月球来这之后 我就好想我的好一哥哥呀 有有有有有有有又有 吱 gleichzeitig虐得好不好 是不是这样的烟湾也会这样的下情无故 呜 原来你是想念你的后裔哥哥 啊 那我們要想办法转移亡儿姐姐的注意力 再这样下去他就会得忧郁症了 哎 哦 我有一个方法 多做运动可以转移注意力 好 来 跟着我一起跳 預備 砍 你那边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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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工 这样有没有觉得神经气爽了呢 没有 怎么会这样 我平常砍不断桂树的时候 这家都挺有用的 有了 我昨天刚好在网络上看到一招很有效 藏了姐姐快点跟我一起做 深呼吸 吐气 吐气 射呼吸 好 变个十分钟 怎么样 藏了姐姐又比较好吗 没有 我只有一种快断气的感觉 奇怪 奇怪 网络明明是这样叫的呀 有 那个 我知道 心情不够 来 吃甜食似乎蛮有效的 我来试试 你吃冰就有好心情 就像夏天吃冰淇淋 我的心情好笑一笑子好起来耶 真的有笑耶 我刚好这别是当哪来的呀 让我来告诉你们 这个是以前日食的时候 大家以为是天狗吞日 为了让天狗不要吃掉太阳 百姓就用麥芽汤跟面粉做成了饼 来祭拜天狗 好让天狗不要吃掉太阳 这个形状长得叫太阳 所以我们就叫它做太阳饼 原来如此 太阳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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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天狗 我刚刚你居然拿出的太阳饼 你不知道侯姨最爱吃太阳吗 我应该拿月亮虾饼 看来我要跟草莓妈妈好好学习 这个你问她准没错 对了大头 你是不是看到咧 是啊 你可以学草莓妈妈 开始上网找找啊 或是看看购物频道什么的 不用 我早就已经准备好一份 最真诚的礼物 真的假的 送送礼物可是会很糗的 保证不会错 而且对身体很健康 毫无负担 什么礼物这么厉害 那就是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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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头 好没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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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